打了十多年球 其實專注運動、專注自己打球 其實只是訓練 我們每天都基本上好像上班一樣 全天都要訓練 只有星期日是休息 甚至休息後我們經常都要到處去比賽 其實真的沒有什麼時間陪家人 或者沒有自己的空間去做其他事情 所以其實十多年真的沒有做過什麼 就是只是打球 有時候我的教練就說 你有空就不要只是休息的時候 還是想打球 不如你嘗試做其他事情 因為你也要放鬆一下 剛好遇到一個朋友在做蛋糕 可能跟他合作 大家玩一下試一下 阿妹, 我知道你曾經有賣蛋糕 是… 今天這些蛋糕是甚麼來歷 其實它的來歷在於代表著不同的人 芝士蛋糕寓意著我的爸爸和弟弟 因為其實我的偶像就是我的爸爸 因為我自己有這樣的成績 我覺得有部分是因為我繼承了我爸爸的 一個很勤奮、很努力的性格 從小看著他為了賺錢 從一個打工到現在開自己的公司 其實我是靈體狀目的 家人就是想多謝 也會想說一聲對不起 因為發達了時間在運動上 但就少了很多陪伴家人的時間 對, 是 到了我現在三十多歲了 也是差不多要想退役的階段 因為年紀大了 身體未必可以負荷到這麼激烈的運動 而且身體未必能承受到 我差不多要迴向這條路 轉型 但我覺得這個過程很值得 是 因為有這樣的機會 仍然是無悔到初的選擇 是 這兩年是因為疫情關係 排名和比賽都有影響 我原本自己的計劃 打完東京奧運就想退役 但其實有些可惜 這屆東京奧運自己排不上去 但又想, 打不到東京奧運 又沒有打過哪個比賽就退役 好像不夠圓滿 一直在等… 等到現在, 去年年底 真的可以去到一個世界錦標賽 就打了一個比賽 然後我就覺得 好像覺得自己還可以 但就沒什麼比賽的機會 不想這樣就退役 因為我覺得去到這個年紀 最主要的是什麼呢 就是那團火 現在的目標就是希望可以 真的靜靜悉悉 如果我真的參加到 今屆的奧運會 就真的可能是我的最後一個比賽 識英雄, 還英雄 我就欣賞黑妹的球技 她就欣賞我的演技 無論是球員還是演員 其實都是想觀眾 還記住她永恆的光輝 我知道接下來的黑妹 她也計劃即將退役 所以我希望球迷們 可以記住她的光輝 可以 在那邊 就算她的光輝 是神經病 是神經病